全球产业的趋势来看到电动车的运用 已经深入了世界各个角落 美国的快递公司UPS 在纽约启动了电动自行车配送包裹的事业 南非也使用了电动车进行外送 更环保地解决国际油价飙涨的问题 而未来电动车将会结合共享的模式 希望可以落实永续经济 外形如同一台小型卡车 自由穿梭在纽约街头 这是美国快递公司UPS 最新启用的电动物流车 长三公尺 宽84公分 小巧的机型瞄准大城市繁忙的交通 能够穿梭一般传统货车 无法抵达的地点 也能开在自行车道上 这款物流车冲一次电能够续航65公里 目前仅在纽约和欧洲部分城市进行测试 吸引的造型还引来游客关注 更想试诚拍照留念 UPS计划在2050年达到碳中和 为了达成这个目标 已经拥有上千台飞燃油车款 而不只是美国 南非也把电动车与外送业做结合 全白造型搭配三个轮子 南非这款电动摩托车早在四年前就已经问世 除了提供中小企业送货上门服务外 也在销售和竹解 近期随着国际油价高涨 询问度大增 该公司表示自退出以来仅卖出60台 不过按照当前销售速度 有望能在11月达成160台的目标 全球暖化日益严峻 节能减碳呼声高涨 西班牙全球行动会议周而开幕 聚焦在未来交通发展趋势 这场为期三天的会议预计将有超过一万五千人参加 而会场上除了展示西班牙超级高铁零件外 还有电动轮椅 以及充电式家常行李车 一魁未来永续交通系统 大上国际情势 未来交通工具朝向永续共享前进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